大家好,我是爱玉 冬天一到都喜欢吃热气腾腾的饺子 今天来分享饺子馅的调法 我们先准备一块猪肉 前腿或者是后腿肉 将猪肉清洗干净 擦干水分,去掉猪皮 在肉块上面顺着切一些刀口 不要切断 然后翻一面 再换一个方向 切一些刀口也不要切断 再换一个方向 切成小碎丁 这样的方法切肉非常的快速 然后将所有的肉丁给它剁一下 调肉馅最好用刀来剁 如果用绞肉机剁出来的肉馅 它会比较紧实 吃起来口感会差一点 用刀剁出来的肉馅 带有一点颗粒感 剁成像这样带一点拉丝的效果 还有一点点颗粒 像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将剁好的肉馅 放进大碗中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点葱姜水 几片生姜 几片大葱 加一点花椒 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下 大概五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再给肉馅里面 加入一点生姜末 加入一点食盐 来一点鸡精 生姜末 生姜末 蚝油 再来一点点老抽上色 加入点料酒 再将葱姜水给过滤一下 戴上手套 先用手将肉馅给抓匀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一下 将肉馅搅打至上镜 然后再分次加入葱姜水 葱姜水的量一定要自行掌握一下 因为你的肥瘦比例不一样 瘦肉比较多 加入的葱姜水就稍微多一点 如果肥肉多一点 加入的姜水就会少一点 每一次搅打至上镜 再加入下一次的葱姜水 最后搅拌成这种带有一点弹性 然后有拉丝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往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鸡蛋不仅可以让肉馅更加的嫩滑蓬松 而且还可以锁住里面的水分 也是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至均匀 再加入一点小葱 锅里稍微多放一点油 加入生姜片 大葱 洋葱 八角 香叶 桂皮 用中小火熬制 熬到洋葱变色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关火了 去掉香料 将热油泼在小葱上面 热油可以激发出小葱的香味 这样调出来的馅料会更加的香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可以直接是纯鲜肉馅 也可以加上其他的配菜 大白菜呀土豆啊都可以 到了吃马蜂蜜的季节 我们包饺子的时候都喜欢加一点马蜜 然后再加一点榨菜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鲜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一个关键点 拌好的馅料 不要直接包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冷藏几个小时 这样可以让肉馅 更充分的吸收水分 肉馅也会更加的入味 我一般的话是放上一个晚上 第二天直接包 早晨的时候 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饺子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